旅行的鋼筆速写 每次去旅行,我都會帶一些速写的工具 以前我帶很多工具 有帶水彩畫、素描、油畫、國畫 和鋼筆速写 我發現帶很多工具比較難進 因為帶很多設備很重 山區的地方很難運作 所以之後我帶兩、三套工具 一個是國畫水彩工具 另外就是鋼筆速写 還有有時帶水彩 帶這個鋼筆速写是必須的 因為很快的地方馬上畫了靠圖 鋼筆速写的意義在哪裡呢? 例如去到一個風景區 我們看到很多山的時候 我們只是畫幾個山的重點 還有要把靠絲靠圖畫出來 這非常重要 還有用攝影機拍照 未必能記錄得到這麼詳細的重點 我們好像吃水果一樣 所有水果都吃光 未必能吸收到維他命 然後把最重要的地方畫出來 那鋼筆速写是對我的創作很有幫助的 我是畫了很多 整本差不多幾千幅的鋼筆速写 每當去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都會畫最多限度 我都會畫幾百張鋼筆速写 那鋼筆速写 那鋼筆速写呢 有很多風景區的一些重要的重點 我都把它畫出來 那我們初學同學呢 要學旅行速写 很多人很喜歡去旅行 旅行速写 那旅行速写要怎樣去學呢? 這個有一個秘符的 旅行速写不可以用鋼筆 那有些同學說 鋼筆是否可以改啊 可以去採紙膏之後再方便改呢 那是的 越容易改的東西呢 就越不好 因為鋼筆是改不了的 你一畫錯了 整張畫就沒有了 所以你要很短的時間 很肯定 一定要畫到準 或者不准呢 用這些方法去修改 就不可以用刷子交刷的 那如果你是這樣練習呢 十次八次之後呢 你就會很果斷 很肯定 很快速的 去畫到速写了 那這個速写呢 就是速度嘛 貴乎速度 那我們去到 例如我們去到 一個街景 我們看到有十幾二十個建築物 我們先畫一個 然後再畫第二 大三 大四 有時間呢 就畫大五 大六 大七 大八 如果沒有時間呢 先畫一個主角 再加幾個配角 這樣呢 就可以將整個區的 重點畫出來 那你可以 用拍照相機去拍照 去輔助 以後你創作的時候呢 你就會畫出重點 這次我會示範一個 莫斯科紅牆的速写 那我會將以往的速写呢 重新畫一次 給你們看一下 那看一下這個步驟 是怎樣畫的 那對初學的同學呢 很有幫助 對喜歡旅遊速写 旅遊寫生的同學呢 又更加有幫助 那記住喔 學速写不可以用原筆 不可以改 只可以用鋼筆畫 畫錯也無法改 這樣你才會學到 肯定堅決快速的善帖 快速的方法 那 還有速写呢 是維他命 濃縮的一個 藝術的構圖 那 就不是全部都畫了 就是畫重點 畫一個最重要的步驟 那你們可以慢慢看片 我現在開始 就慢慢說 莫斯科 紅牆的一個背面 背面的一個 這個速写 這個叫做 畫 瓦西 你 主教 助堂 這個是一個 莫斯科 的地標 是俄羅斯的地標 很出名的地標 那這個 這個景呢 這個景呢 就是莫斯科 紅牆後面 少少的景 就是這個背面 這個叫做 教堂的後面 後面部分 那這個側邊呢 是一個很闊的廣場 馬路 就是閱兵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的 還有 灰黃色的建築物呢 灰色屋頂的建築物呢 是很長的建築物 是一個百貨公司 那你們去到黃書坊 可以去這個地標 這裡參觀一下 那旁邊呢 就是 黑南武林宮 可以進去看它的博物館 黑南武林宮呢 有幾個地方是開放的 有客人可以進去看的 那好了 那我現在開始講解 就是 鋼筆蓄舌 莫斯科 雅西里 主教 堂 座堂 這個蓄舌 這個蓄舌呢 我是用了鋼筆 還原之後 加少去的 淡水彩 加少去淡水彩 是回到李星家的 在現場 我是 搖降不速斜 那很多重點 我已經淡了之後 我就 很簡單就不畫了 那有很多 例如有很多樹枝的部分 那些細緻的地方 我是回來才加工的 那我們開始去畫一個 叫做減角 這個減角 那 就 很多個 東菇頭 很多個 那個教堂 是幾個曬祖的教堂 組成的 那它地下 是很大的 大龐 那這個教堂的 尖塔 有五六層老公 可以 逐個逐層逐層走上去看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是 旅行團 未必可以進去看的 那要自費 買些票 就進去看 我自己是揹著一個背包 去莫斯科 去俄羅斯旅行 自由行 所以看的地方很多 那你們 我都建議你們用 自由行的方法去看 因為莫斯科現在現時的治安是不錯的 就很安全 而且你們看Google地圖 Google Translate 都可以 語言上 可以溝通得到 還有地圖都可以看到 是十分之方便 各位 現在我一邊 一邊看這個速射 一邊講解 那首先呢 我們要拿著速射報 去延長 這個是 回到香港 在新來重新挽過的 一個速射 目的就是 解釋到速射的原理 那首先我們要用 好 心中有一個數目 就估計 最高點最低點 左邊右邊四個點 最高的冬菇頭尖 沒有過到頂 那我們要先畫 其中之一個冬菇頭 那這個建築物呢 我們要畫到頂 還有左右 四個邊 還有它分了幾層 我們輕輕地先畫 那這個呢 我們分了幾層之後 我們要看看 這個 我們先分 那這個大約是 六角形的一個建築 上面的塔是六角形 下面呢 是四方形的 它有幾個冬菇頭 我們輕輕地畫了它的邊緣的輪郭線 接著分開有幾個 幾層樓 它上面這幾層是更曬的 下面是更大 它總共有很多個冬菇頭 那每個冬菇頭呢 都是一個 可以稱之為獨立的建築 它在第三層 第四層呢 就獨立了 有些地方是互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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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此特意的 那這個叫做 這個建築呢 是 沙皇時期建的 那這個建築呢 它的設計呢 是很特意的 那傳說呢 它的設計師做完那個建築之後呢 就 黃大將它的眼睛刮 那事實上是 相對歷史學家證實 那個建築師是沒有這樣 即是黃大是沒有這樣做的 那個建築師之後呢 都參加了很多個地方的教堂 那這個教堂呢 是很內歷史的 現在的長生的壁畫 都是磨磨的 所以 跟旅行團可能不可以進去看了 那要自費 要買票進去看 那那個賣票呢 是有兩個票的 一個是攝影 要拍照呢 要還要付錢賣票 那如果你不拍照呢 就不可以在這裡攝影啊 還有拿電話出來拍照也不行 那 我們畫了幾個主要的建築 圓形、六角形和四方形 的消滅點 有少許的不同 但它都會朝著一個方向呢 消失 消失在視頻線 視頻線 視頻線就是你的眼睛的地方 那你要心中有數 那這張畫呢 就沒有畫出它的視頻線 但是 你都要估計到它的視頻線在哪裡 那這個是四月份的天氣 所以有少少雪 還有很多積雪 四月份的天氣呢 有少少雪是挺漂亮的 還有它的夜晚是八點鐘星天下 非常之... 我認為非常之好的天氣 就不是很多人去參觀 那呢 就跟七月八月呢 暑假呢 很多人參觀 就不同了 那這個天氣呢 都非常之好 不算是冷 都是去到零下一兩度 那呢 可以欣賞到俄羅斯的冬天 有足夠的夜晚時間 如果是冬天的時間去呢 它可能是三點鐘天黑的 那呢 非常之寒冷 四十多度 那現在這個溫度呢 大約是七度八度 或者是兩度 四月五月的天氣非常之好 那也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旅遊季節 不是很多人去旅遊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冬菇頭呢 我已經將它慢慢畫出來了 有些地方有少去的樹 有些... 這個會... 有一個牆是升高了的 那種旅遊季 那個紅床下面呢 慢慢向下坡 去傾斜 所以它透視呢 都要少少... 要留意 這個地方呢 事實上停了很多汽車 旅遊巴士也很多 這樣我簡單地將它畫了幾個 就夠了 沒有畫了 那這個冬菇頭呢 我將它的主角 我把這幾個 挖了一個輪廓線 配角呢 幾個 輔助的建築呢 都畫了 那跟著我要知道 汽車 這幾個 人和這幾個 建築的 比例 這幾個人呢 是 比較前一點的 所以它特別 大一點 那這個建築 汽車 和遠景的比例 我輕輕地挖了 那我們要知道 畫 鋼筆畫呢 是鍛鍊我們 畫速射的一個 很好的方法 千萬不要用圓筆 圓筆你改來改去呢 你第一次改 第二次改 第三次 四五五六次 七八次都要改 那你練好速射的 一定要用鋼筆速射 而且這個鋼筆是不能改的 有錯不能改的 那你呢 才畫得好 畫得好的鋼筆速射 那現在我們將前景後景 中景 左邊右邊 和汽車 人民 配角都 輕輕地挖了 這幾組的比例 哪個大哪個曬 我已經是挖了 我是很認真去生存的 畫完之後呢 然後我就快了 這個框架要準確 要慢一點 要畫得很精細 當框架準確 我們可以快速一點 就慢慢畫一些精細的 輪廣線 要注意 橫線 就是平行的線 要向消滅點消滅 這個是 方形的建築 是兩個消滅點 六角形的建築 很多消滅點 原形是沒有消滅點的 六角形的建築 是有消滅點的 這一點要特別留意 這一點要注意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會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将几个重点画好之后,我们很快速地画智智的地方 每个屋顶都有很多文理不同的画墟 每个屋顶都有很多文理不同的画墟 我们逐个逐个把它画出来 大多数的位置轻轻地画了 这个速写要记住一个特点 因为全部是一种色的钢笔,黑色 阴影的地方可以画多些线条 这些地方可以画更简单的线条 阴影的地方可以重复几次 阴影的地方可以更简繁 线条甚至少一些 我们确定了一段线条 我们可以画一些不同的画面 不同的图案 我可以画一条平行线和消灭 侧边的线是斜一点的 中间的线是平行的 要注意它的消灭在哪里 越高的地方,它的平行线是越轻斜的 越接近视频线的线是越平的 画完之后,我们在写生的时候 天气都挺好 我们可以将重点的阴影画回 记住,画重写千万不要加太多阴影 最后的地方才加阴影 为什么呢? 加了阴影之后很难改错 所以我们加阴影的方法是 画到最后很确定的地方是阴影 才加深 平时我们用单线条去画 所以轮廓线尽量用很软的单线条去画 这部份是我们肯定是准确的 我们才用密集的线条去拍摄 这个速写事实上是 将画的重点画出来 它有很多干枯的树 没有树药 加一点点准确 有些晒智的地方 我们很难在现场画出来 可以拍张照去慢慢画 当这个画画完之后 我们会把它调转来看看 如果对,就完成了 我们在现场的时间 这幅作品大约在现场 只是画了半小时 畜色纹 我们回来之后 加工一些线条、薯枝 和打一些淡色的水彩 做一个明暗的南带 将它酸化 将它表现它的明暗 所以在现场画的地方 并不太多 这是一个参考 大家可以练一下 可以先按照书和图片画 到现场的时候 到旅行的时候 可以带钢笔 一两支钢笔 一个晒盘的速写笔 就已经足够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课程 我有很多课程 这个课程叫做 钢笔速写 或者叫速写课程 就是旅行速写课程 这个旅行速写课程 就是专介绍 去旅行写生的画法 旅行写生速写的画法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课程 来看 就是专介 现在增加器 跟家 encryption 混合